这个思想已经灌在我心里面了 既然要做生意我不想骗你 但是你可以骗我 既然我们谈婚姻我不会骗你 因为我不想伤害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精髓 捏下来 不伤害众生 非暴力思想 阿姨摩斯 这个阿姨摩斯就是 我用非暴力的生命跟思想 去跟任何友情在一起 只有你可以杀我 我永远不会报复你 所以当然有很多人来找我 师父我加入你们慈悲职业 我来出家有没有什么条件 不会翻眼 不会报复 不会咬人 而且进一步还要准备被咬 被骂 忍辱为力量 我们对待外面的 只有一件事情叫慈悲 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 因为今天我们要慈悲放生 但是我们要放生他们之前 先放生自己好不好 你不能里面带着一支枪 你要爱我 不然我就给你杀死 跟人家谈任何事情 不能威胁对方 所以我们是全然的要去爱他 这个是观音菩萨的精神 什么叫观音菩萨来 施无畏 对布施那种 对方你永远不用怕我的布施 你永远不用为我担心 我永远不会后面捅你一刀 我永远要保护你 布施 而且让对方永远不怕 我想这个世界最可怜的是怕 畏惧而死 但是观音菩萨一出现 我们心就安定了 我们是平静了 所以因为我们不会被他伤害 他只会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念观音菩萨 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观音菩萨 就像你生一个儿子女儿 你早就抱着他 爸爸妈妈会用所有的生命保护你 那这小孩子 有这种爱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爸爸妈妈 以这种爱来跟我讲话 他心里就很平静 他可以接受你对他的教育 不能威胁对方 有没有道理 因为佛教有因果 不用你威胁他 自己自作自受 你根本不用威胁他 但是往往我们人 有时候会想用自己的方法 去威胁对方 那这也是一种对立 所以佛教里面这种 尊重 赞美对方 赞美对方 那我们 我想我这样说 各位就把这个放在你心里 真的去做这个叫法律心 如果各位愿意讲法律心 那我们就解脱了 我们这辈子没问题了 那我们能够解脱了 我们也去帮助众生解脱 所以就像大家一起坐在船上 这个是苦海中的一艘船 我们都坐在上面 我们不会再沉下去了 那用这个心去归一三宝 同样的我们要把今天 放生的这些悟命 跟招请来的悟命 跟他说 我永远的保护你 不会伤害你 这个就是感动对方 这个叫开悟 所以我们为什么被佛感动 因为佛的这种心 连我是个杀人魔 我都会被佛感动 佛这个心叫什么 年下来 月光三昧 也叫月爱三昧 就是慈悲的意思 月亮的光跟爱 照到你的心里面去 因为佛陀有这个心 所以一个拿武器的 杨洁没罗 看到佛陀这个心 都被佛陀感动 一个非常好色好色的 大妓女莲花色女 她那种欲望 都被佛陀感动 因为欲望的显现 可以变成最慈悲 最有力量的 但是而不是我们 用嘴巴去改变对方 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 要这样讲 在那一次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所以各位 我想你在加拿大街头 走来走去 你会碰到各国的人士 那各国的人士 你不要放弃机会 你马上用这个心 默默的 欧马里边面给他了 可能你跟他语文 语文字不会表达 所以每次我到 很多国家 跑来跑去 那我的师父就是讲这句话 以心传心 因为他不可能跟你用语言沟通 但是你不要放弃 那个机会 一只鸟 一个海 一个树 这个花园这么美 每一个树都有树神 讲到树 还是要讲 那天有一位菩萨 他的腰要开刀 很痛苦很痛苦 然后他就跑去问一个神明 鸡童 然后那个鸡童就问他 你是不是砍树 我说对呀 你因为砍树 你把树弄断了 所以你现在脊椎要开刀了 他就问我 是吗 我说本来佛教也是这么说 你砍树的人生生世世 脊椎骨不好 而且容易生病 因为树上的这些小生命 这些树神 就被你破坏到了 所以你对世界怎么样 世界怎么对待你 所以我这样说 各位看到这些树 佛陀告诉我们 念一下 同享功德 因为树我们叫鬼神村 就百千万亿的众生都住在里面 然后天上的神 如果到人间来观光 就住在树顶 树顶是天神的别墅 所以一个树上面 有天神 下面有众生 因为他们喜欢这种自然的 所以在加拿大 有很多庄严的树 所以当然各位听我这么说 山也好 人也好 房子也好 海水也好 桥也好 对我们来讲 都是我们爱的对象 希望桥永远越平安 车子开着很自然 水永远不会有人淹死 那些鸟都可以找到适当的食物 任何动物都不会互相的咬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赶快来 叫人间净土 所谓的弥勒菩萨 投胎的时候 整个世界没有人生病 每个人都活到八万四千岁 没有人吃动物 所以也没有老虎会去吃羊 弥勒菩萨呈现的时候 为什么 来 以平等心 成喜悦像 就是弥勒菩萨 修到绝对的平等 所以他那个世界 也绝对的平等 大家互相拥抱 互相快乐 不需要有医院 没有人生病 而且死亡的时候 没有痛苦 那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态 还可以创造你的世界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家庭很快乐 生生世世 那你要用这个心 你就会感召这个家庭 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心 你搬来温哥华 我看夫妻还继续吵架 所以你愿意改变你的心 不管你在哪里 你还是住在温哥华吧 心理状态吧 心理状态就会感召那个世界 当然为了如此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放生 因为佛陀说的 来放生长养慈悲心 施食长养慈悲心 放生超度动物道 施食超度恶鬼道 念佛持咒超度地狱道 那这些我们大家都在做 我们说的自己快乐 我们也希望所有世界都快乐 所以刚刚船上有一个加拿大的国旗 我就跟他拍照比较好 愿加拿大好 愿加拿大平安 所以因为加拿大就是我们的家 加拿大的所有友情都是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要有这个平等心 孝顺心 慈悲心 各位把这三个心背起来 这是一个菩萨的心态 那就是金刚经讲 这样你就可以超越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那为什么 慈悲为永恒的生命 你这个肉体会生会死的 那各位 佛陀有没有死掉 没有 佛陀是利用这个身体 生灭的 会死亡的身体 找到一个不生不灭的生命 叫永恒的慈悲 永恒的生命 而且佛陀的生命 片一切处 叫法身 哪里有存在 都有佛陀 因为哪里有空性 哪里就有佛陀 所以 而且存在的一切 都是在表现爱 所以各位要这样去看世界 山对我们爱 水对我们爱 阳光对我们爱 为什么 没有山水阳光 我们都很痛苦 没有生命可以活 所以万事万物 都在拥抱我们 爱我们 所以缅甸人有个习惯 照到太阳 看到太阳 要拍十下 感谢太阳 然后万事万物 都会成长 有意思是说 会发财 所以我们现在拍十下 好不好 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感谢太阳宫 万事富足 感谢大海之神 众生快乐 感谢山神 坚固不变 感谢一切一切 风啊 雨啊 水啊 所以我想 佛教刚才讲了 学佛就是尊重众生 尊重圣神呢 起码就要做到 赞叹众生 所以 感谢各位菩萨来参加法会啊 要讲 感谢大家 合起来的金钱 然后终于可以租一艘 哇 爱之船 四千块耶 我刚刚问了 那没有你出两百 我出两百 都没有的吧 对不对 不可能你一直包一个船啊 感谢大家 一起出一些钱 终于我们可以救比较多的生命 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能力 做不到 所以我们这几天救了很多生命 我们就一段时间 就一直救 一直救 然后呢 跟他们结善缘 好 对不起 我废话太多啊 我这个人 不是喜欢讲话 对不起啊 但是为了各位 大家快乐嘛 慈悲快乐 今天是一个殊胜的日子 今天 所做的功德 行结前佛加持 所做的功德 念一下 一百兆倍 一百兆倍 所以各位今天不要骂人 不然也是一百兆倍 今天叫善行 恶行 一百兆倍 然后今天也是葬礼的初始 一心其情 莲花生大事 慈悲加持 今天叫莲师会共日 那莲花生大事说 初始跟二十五 只要你称念我 意念我 他就会来加持你 事实上莲花生大事 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佛陀的心间 生出莲花生大事 佛陀的心间 生出地藏王菩萨 所以你成佛以后啊 没有死亡的 因为你的悲心 你想要视线什么 就视线什么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不得不视线涅槃 但是也在地藏经说 我涅槃以后 到弥勒佛出现之前 有个地藏王菩萨 在帮助我们 事实上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会有 但是释迦牟尼佛 不视线涅槃死亡 人就不想精进修行 我们都想说 因为佛陀在 慢慢来慢慢来 佛陀死了 所以我要很认真很认真 所以佛陀如果没有死 阿难就不会证阿罗汉 阿难没有证阿罗汉 我们就看不到经典 所以死亡也是一种视线 所以佛陀提早死亡 但是他变成一个 地藏王菩萨的显现 莲花生大事的显现 甚至是要师佛的显现 来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你爱你儿子 永远很爱 为了爱他 那你要正得空性 那一天你随时守护他 如果你照顾不了你自己 老实说 像我们以后都要做祖先了 各位对不对 各位祖先 如果你不好好修 你还带垮了儿女 祖先一升天 家里都很有福报 祖先一到极乐世界 全家人就心情快乐 很有福报 所以为什么要超度祖先 那你要超度祖先 一定要超度自己 那你自己得超度了 你的子子孙孙都没问题 老实说像我爸爸 我舍抱以后 我爸爸就一直守着我们生命电视台 一直在帮忙 各方面都在帮忙 后来我还去劝我爸爸 说爸爸你不用帮我了 你赶快去净土啊 但是他是对儿子的执着 我去缅甸还透过一个缅甸老和尚来跟我说 你要照顾你妈妈 你要照顾你身体 爸爸就讲这种口气 不能他要讲什么 但是他这个执着 虽然在人间有福报 做一个神 但是呢 我就跟我爸爸一直说 后来我说不动了 我就请我师父来跟我爸爸说 我师父也往生了 但是我爸爸佩服我的师父 就观想他来跟我爸爸说 把爸爸带去极乐世界 然后去极乐世界太简单 因为我爸爸有福报 就差一个信心而已嘛 愿不愿意嘛 所以去了净土以后 就慢慢慢慢慢慢 一直让他品位高升 当然爸爸到了净土 那我们这些下一代的人 就命运都很好 所以我想各位了解如此 你一定要帮助你自己 你帮助你自己 你才可以帮助父母祖先 你帮助你自己 你还可以帮助子子孙孙 让他们离苦得乐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白金旧美 哈尔滨基地馆 哈尔滨基地馆 是中国首作以娱乐表演为主题的基地馆 世界各地著名的基地动物明星齐聚于此 为观众呈现一场场奇幻的基地演绎盛宴 你看 这里就是我们哈尔滨有名的基地馆 哇 好漂亮啊 待会你看到里面的表演 会更惊讶的 是吗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吗 那当然啦 尤其是里面那两只白金表演的节目 简直是无与伦比啊 你越说我越好奇了 走 我们快点进去吧 自从引进白金米拉和尼克拉以来 哈尔滨基地馆就致力于白金水下表演巨马的创新 这些节目非常受到游客们的欢迎 快点快点 白金表演就要开始了 来了来了 哇 这两只白金好可爱啊 是啊 他们可是这里的大明星呢 在基地馆工作的潜水员们 更是对这两只白金喜爱有加 尤其是小轩 他经常会一个人对着白金说悄悄话 那两只白金仿佛就是小轩的闺中密友 小轩 离下一场表演还有一段时间呢 我们一起出去吃点东西吧 不用了 我还不饿 你们去吧 你不知道啊 小轩每次表演完了 都会跟那两只白金说说话啊 他们可是小轩的闺蜜呢 那好吧 你和你的闺蜜慢慢说吧 我们先去吃东西了 他们又在笑我呢 真讨厌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 其实我没生气了 我跟他们呀 经常开玩笑的 伊拉 尼克拉 你们知道吗 我的爸妈不希望我在这里工作 他们觉得 这份工作太危险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们放心 我会说服他们的 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你们呢 后来 哈尔滨集地馆 准备推出新节目 海洋之星 其内容为 局势文明的白金米拉和尼克拉 与他们挚爱的美女训养师 精灵公主相亮呢 但是要由谁来扮演精灵公主 却成了一个难题 这就是我的新点子 名字叫海洋之心 嗯 很不错的创意 白金和精灵公主相恋的这个主题 一定会很吸引人的 只是我们这里的那两只白金 还从来没做过这样的表演 得再训练一下才行 是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要先将精灵公主的人选定下来 然后由她来训练这两只白金 从中培养默契 这样表演出来的节目 才会更加精彩 有道理 有道理 可是要由谁来扮演精灵公主呢 我看不如让管理的潜水员们 进行一次潜水比赛 获胜的那位便是精灵公主 嗯 这个主意不错 对 就用比赛来决定吧 这次比赛的要求非常严格 在决赛时 潜水员必须在没有使用任何辅助器具的条件下 在集地管那深二十公尺 水温冰冷的金鱼池里进行潜水 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小萱报名参加比赛 但是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什么 你要参加那样的潜水比赛 不行 绝对不行 太危险了 老爸 没事的 我潜水都那么多年了 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啊 小萱啊 等出事了就晚了 那么深的水池 而且水又那么冰 身旁连个人都没有 只有那两只白鲸 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那连下去救你的机会都没有啊 妈 虽然身边没有人 但是有那两只白鲸啊 他们会帮我的 开什么玩笑 白鲸怎么会帮你 他们知道什么 老爸 白鲸是非常聪明又善解人意的 也因此 这次我一定要成为精灵公主 再聪明 他们也只是动物 难道你还指望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们能救你 老爸 我非常了解他们 而且 他们也把我当成了朋友 我相信 如果我真的在水里遇到了危险 他们一定会救我的 一定的 哎 老头子 女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了 既然他这么喜欢白鲸 就让他去参加吧 爸 你答应了 太好了 好吧好吧 既然这样 那你就去比赛吧 不过我还是不相信鲸鱼会帮助人 曾家比赛的潜水员经过淘汰后 只剩下了五名 而小萱就是其中一位 她在水下娴熟的动作 让主管们非常满意 这个小姑娘很不错呀 她叫小萱 就是一直和白鲸一起表演节目的 你看 那两只白鲸 似乎对她也格外亲近的 嗯 的确如此 她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水里的动作很熟练 而且和白鲸相处的也很融洽 现在看来 这位小萱的确表现不错 但是海洋之心的节目 还得要求她 在不用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潜到水池底 不知道她能否做到 嗯 先让她通过吧 等决赛再看看 她的潜水能力怎么样吧 嗯 小萱 你的表演太棒了 小萱 不错哦 你通过预赛了 是吗 太好了 我就说嘛 精灵公主一定是我的 小萱 你可别太大意啊 一共有五个人进入了决赛 听说决赛要比潜水能力 而且不能使用任何的装备 放心吧 最后的冠军一定是我的 啊 小萱 我相信你 我想 在白金的心中 你早就是他们的精灵公主了 决赛开始了 小萱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 小萱 拿到了冠军 可一定要请客呀 哈哈哈 没问题 小萱深吸了一口气号 跳入了金鱼池中 然后缓缓地朝着水池底下潜 你们看 这位小萱的潜水能力也很不错啊 是啊 她简直就是精灵公主的最佳人选啊 嗯 她的表现真是太棒了 你们看 她竟然能用这么短的时间 就潜到了水池底 太棒了 你看 小萱真厉害 她潜到池底了 看来精灵公主非她莫属了 然而就在小萱下潜之水池底时 她的手和腿竟然都抽筋了 这导致她无法动弹 接着便开始窒息了 哎呀 我的手和腿都抽筋了 救命 救命了 我又不上去了 救命 哎 她这是怎么了 是啊 她这是在做什么 不行了 我憋不住气 不行了 不好 她溺水了 快去救她 快点 快点 快下水将她救出来 然而 就在这千军一法之际 白金米拉朝着小萱游了过去 妈 这一次真的晚了 没想到我竟然 灰烟死在 我最喜欢的金鱼池里 是白金 是白金米拉 米拉用嘴轻轻地含住了她的小腿 将她安全地拖上了水面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看 米拉好像是在救她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以前经常听说海豚会救落水的人 没想到今天竟然亲眼看到了白金救人哪 小萱 小萱 你快醒醒啊 小萱 小萱 你别吓我 快睁开眼睛呢 太好了 小萱 你醒了 你怎么会突然溺水了呢 我潜到池底的时候 突然抽筋了 现在想想 真是可怕 如果不是米拉 我想我就死在里面了 嗯 她真的很像精灵公主啊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看起来 theoretical effe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